柚子猴玩具 你好姐姐 我想要一宗棒棒糖 好的佩琪 稍等一下 佩琪拿到棒棒糖后 父王钱开心的准备去上学了 到了班里 坐在座位上的小狐狸弗雷迪 小猫坎尼 小兔瑞贝卡 还有斑马苏姨 看到佩琪手上的棒棒糖 便都跳下座位 跑到佩琪的身边 将她围住 小猫肯定说 佩琪佩琪 你的棒棒糖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也想要 现在你上课还有时间 我带你们去买吧 于是佩琪带着同学们 又回到了糖果凿火店 你好佩琪 你好姐姐 我的朋友们都想买你的棒棒糖 那我把圣灯都送给你们吧 这下每个小朋友都有了一个棒棒糖 于是佩琪说 我们回去上学吧 回到教室后 大家看见独自坐在座位的小熊贝琳达 这一时蔡琪起了没有给我们大的贝琳达 也买一根棒棒糖 贝琳达 对不起 我运几个女生便搭一份回来了 贝琳达看着大家都有棒棒糖 心里很是失落 这一时 佩琪走到贝琪达的身边说 贝琪达 我把我的棒棒糖分给你吃吧 哦 谢谢佩琪 这一下 所有的小朋友都开心地露出了笑容 小朋友们 分享食物是美的 我们也要向小猪佩琪学习哦 不过 你们还记得佩琪和小伙伴们 一共买了多少份棒棒糖吗 感谢收看柚子轰玩具 要记得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了